再把镜头转到立法院 立法院今天针对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展开资格审查 而有立委问到了日前通过的 性别教育平等法修正案 纳入了校园性霸凌的定义 未来如果骂人娘娘腔 或者男人婆这些词的话 最终可能被学校退学处分 这样的条文有没有抵触宪法 而两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罗昌发跟汤德宗都表示 有可能抵触了宪法保障国民的受教权 还有人权跟言论自由方面的疑虑 他们认为学校应该避免 用这么严厉的方式来处理 立法院审查大法官被提名人提名资格 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陈碧玉 黄喜军 罗昌发和汤德宗 到立法院报告并接受寻达 立委问到对于校园 如果发生性霸凌事件 最终可以退学处分 是否抵触宪法 有没有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 是简单的回答是有的 因为我们宪法保障大家有受国民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退学对一个年轻的孩子来说 不一定是好的事情 也许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让他接受特别的辅导 来加以改正 从业关法官退场机制的人审会 能不能引进外部监督 到投票年龄下属到18岁 是否违宪等问题 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排排站 小心回答 而最受瞩目的还是爆发 曾经持有绿卡风波的大法官被提名人陈碧玉 立委当场要求他 主动到美国在台协会 签署调查同意书自清 把这些调查公诸于市 如果贵委员认为有这个必要的话 那事实上我不是 不是我认为 陈碧玉强调已经放弃美国籍 并且承诺其实大法官八年任期结束后 也不会再申请 而另一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黄喜军 曾经连续四年考纪一等 朝野立委质疑 这样能否升任大法官 因为有考纪限制限额 所以大概是因为未解案子多 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连续几个小时 接受立委询问不敢松懈 立法院审查完提名资格后 将赶在休会前 在十四号进行大法官同意权的投票 记者林姓郭俊林台北报道